HELLO 大家好,我是嘎阿老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推薦一個歌唱比賽的活動 就是書結好聲音 而且我也在裡面擔任了客座老師 所以歡迎大家在投稿的時候 hashtag 嘎阿老師隊 那至於加入我這一隊有什麼好處 最後我會再來跟大家說明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推薦這個比賽? 原因是因為他每一週都會選出一個州冠軍 然後州冠軍就會有獎金一萬塊 那最後的總冠軍會有三萬塊的獎金 以及一年會的薰節衛生紙 再加上我之前其實有跟大家說過 如果喜歡唱歌想要當歌手的話 你一定要累積你比賽以及表演的經驗 所以參加在書結好聲音 還有機會拿獎金是不是就要來參加一下啊? 那不過這個比賽有一些條件 第一個就是你一定要在浴室或廁所唱歌 但如果你是喜歡唱歌的人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在洗澡的時候唱歌的經驗 大家都知道那個回音非常好 所以其實這比賽條件也蠻好的 那第二個條件就是你投稿的影片 畫面裡面一定要有紓解的產品 那第三個長度的話要超過30秒 那在大家準備投稿之前 今天有三個注意事項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投稿的時候有注意這三點的話 應該會對你的比賽會有幫助 第一點就是你在錄製的時候的器材選擇 那我們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支手機嘛 所以其實你用手機拍應該就夠了 但是記得千萬不要直接用手機收音 因為那聲音聽起來會非常的紅 比方說像這樣 回憶過去痛哭的相思忘不了 所以至少親一街上有麥克風的耳機 用耳機上的這個麥克風收音 聲音聽起來都會好很多 就像這樣 回憶過去痛哭的相思忘不了 那最好的狀況呢 是如果你有錄音設備的話 先把你的聲音錄起來 然後聲音歸聲音畫面歸畫面 最後再把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 這樣聲音的音質就會是最好的 這算作弊嗎?應該不算吧 回憶過去痛哭的相思忘不了 為何你還來波動我心跳 第二格要注意的就是你的選歌以及你的選Key 那關於選歌跟選Key要注意的事情 其實我在之前的影片就有講過 大家可以去認真的把它再看一遍 但是簡單來說的重點就是 在你能力範圍之內 盡可能的表現你自己 比方說很多人可能就會不小心選到Key太高的歌 就像這樣 或者是不小心選了一個Key太低的歌 聽起來就會很無聊 就像這樣 我嫉妒你的愛其實如紅 比較好的狀況就是選一個適合你自己的Key 比方說這樣 我嫉妒你的愛其實如紅 像個人氣高舉不下的天后 你要的不是我 而是一種虛榮 有人疼才顯得多麼出眾 那再說一次 記得去複習之前的影片才會知道怎麼選喔 那第三個要提醒大家注意事項 就是你的妝髮、表情、肢體、台風 可以讓他盡量的打扮你自己 然後錄影的時候千萬不能像個死魚一樣 就像這樣 你好嗎說給空氣體 徒勞的心情 但是也不要太浮誇就像這樣 你好嗎說給空氣體 徒勞的心情 剛剛好的真情流露是最好的 就像這樣 你好嗎說給空氣體 徒勞的心情 刻骨銘心的愛情 只留下無處寄託的感情 好啦所以想要叮嚀大家比賽的注意事項 就是以上這三點 接下來幫大家說明一下比賽的詳細規則了 這個書節好攝影活動是從6月24到7月24 拍攝時口誤了 活動日期是6月24到7月28喔 演唱曲目必須是畫面上這10首書節屁屁歌在裡面選一首 那裡面有國語、台語、男生的歌、女生的歌、老歌、新歌都有 那拍攝的時候不限人數、不限行事至少要超過30秒 然後要在浴室或廁所拍 然後記得要有書節的產品 製作好你的影片之後就要上傳到書節好聲音的活動頁面 在Facebook搜尋書節Quinax 點擊活動進入書節好聲音的活動頁面 選擇討論區上傳你的影片 然後記得要hashtag 嘎老師對 只要你hashtag 嘎老師對 最後書節還會抽出於幸運 你能夠獲得書節的全產品付帶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讓我知道你是我的嘎酒 那除了剛剛的抽獎以外 每週的州冠軍還有獎金1萬元 所以越早參加你獲得獎金的機率就越高 那最後的總冠軍還有獎金3萬元 以及一年份的衛生紙 那如果想知道這個比賽的詳細規則的話 也可以去這個活動頁面看喔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加分享 就不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可以開始通知的小鈴鐺 我們留在14 晚上9點都會發布新的影片 另外也別忘了按讚我的Facebook 以及追蹤我的IG喔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嘎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